今天咱们要解决的是这两个音 咱们看看这些单词 你在读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读不出区别呢 比如这个by的by的by个by个是不是 都读成这样了 没事 包在我身上 今天一个视频给你搞定 先看看这个音 我们习惯把它叫做小口 a 因为什么呢 在发这个音的时候 我们的嘴张得很小 先看看这个音的写法 在你能接触到的主流的词典当中 DJ音标跟KK音标的写法都是这样的 跟小写字母e是一样的 但是还有一些字典 咱们在查的时候 他给你整了个这么个东西 像一个反过来的3 其实这个符号的来历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之前讲过一个东西 叫国际音标 也就是IPA 那个大表里边有一个符号 就是他 然后咱们这个KK音标的发明者 在制作KK音标的时候 就直接从那个大表里 把这个形状给抄过来了 可是到了后来 有很多语言学家又觉得这个小三 他很容易引起误会 因为咱们之前不是还学了一个这个东西吗 所以说 后来大家一商量 说咱们不行就都统一成这个DJ音标的这个AD写法得了 所以咱们现在能见到的大部分词典 还都是这种DJ音标中的写法 那么今天为什么把这个事要讲出来呢 因为咱们在以后查字典的过程中 不能避免的会遇到查到这样的造型 所以你要知道他的来龙去脉 他的前世今生 见到他 你要能够认识他 好 接着来说这个音怎么发 它非常简单 嘴巴稍稍的向两边打开一点点 不要整得太大 那就过了 也不能面无表情的 那又太小了 有点类似于我们在说中文的时候 说这句话的时候 比如说 你怎么也在这 或者是 老张问你个事 你也来了 你看这不巧了吗 所以跟咱们中文当中这个很像 好 现在口型定好了 接着来说你的舌头 咱们的舌头本来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然后在说这个音的时候 舌头尖开始要放在你的下牙的后面 然后发音的时候 开始把舌头往前推 轻轻的推一点点就可以了 别推出你的嘴 往前推一点 然后再把它放松掉 好 再补充一点 你的嘴巴张开多高呢 也就是你的上牙跟下牙之间能够塞进一个食指的高度就ok了 好 接着咱们看一看在单词当中哪些字母和字母组合会发出这个小口add in 首先是字母EA的组合 比如说bread breakfast 同时还有字母E 比如说get pen 还有字母A 比如说many 最后还有字母IE的组合 比如说friend friend 好 接着我们再来三句话 来强化一下这个发音 the hand lays 10 eggs the hand lays 10 fresh eggs the hand lays 10 fresh eggs everyday ok 以上就是小口e 这个发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他在dj音标跟kk音标当中的写法呢 大多数情况都是一样的 但是有的词典是这样写的 比如说欧陆词典 欧陆不应该算是一个冷门词典了 这也是我经常在用的一个词典 他的写法就是这样的 把三倒过来 所以说呢 咱们这几种写法都要熟悉 ok 接下来呢 我们要重点解决这个音了 这是很多人都读不好 或者说是读不到位的 在下面这些单词里 比如说cat at have man 在很多这样的词里呢 你都可以听到这个声音 但是在我们中文里 几乎是没有这个声音的 为什么用几乎呢 因为还是有一点点 就是四川话里的成都话 比如说how fan sandbanban tranran 好像这样的音呢 都是类似于这个a 我们先看看这个音啊 你瞅他长了一个造型啊 你有没有意识到 它其实呢 就是一个a 然后跟一个a 把它来绑在一块了 跟什么梅花 蝴蝶都没有什么关系 好 说到这儿 如果你足够细心的话 你会发现啊 此a非彼a 我们之前学了一个a的音标 那个音标呢 是竖向张口 而现在这个音 你看到没有 写法已经不一样了 当你看到这个造型的a的时候呢 是一个横向张口的a 怎么体会竖向跟横向 再说一遍 天安门 我们说安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嘴巴就往旁边去张开 这就是横向张口 而竖向呢 昂手挺胸的昂 这个时候嘴巴是上下开的比较多 这就是竖向张口 好 那么现在来到这个音标上 注意 这两个音呢 我们发的不是先后顺序 而是同时发出来 这个可能给很多人知道难度了 怎么能同时发出来 不会啊 你这样啊 你先做出一个横向张口的a的这么一个口型 先别出声 然后脑袋里想着a 这个时候试着发一下a a 好 上面咱们只是说的一种感觉 下面给它精确定位一下 来 发这个音的时候 尽量张大嘴巴 嘴巴打开的高度是多高呢 我们还是用手指头来量啊 来 你的食指叠在你的中指上面 然后把它放在你的上牙跟下牙中间 就这么高 注意 它没有啊那个音那么高 因为我们在说啊的时候呢 是食指跟中指并排放好 立着放在牙中间 而现在呢我们是两个手指头啊叠起来 也就是说高度要降低这么一内内啊 好 接着呢 这时候你的嘴唇怎么办 应该是紧绷的 同时你的舌头也是紧绷的 并且尽量的向下去压平你的舌头 同时呢你的舌头尖在哪儿 还是在下牙的背面 再强调一下 这个时候你的舌头放在嘴里应该是一个非常低的位置 好 接着咱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音在单词当中通常是以什么样的字母或者组合出现 最多的情况呢就是字母A 我在当时给大家讲灵基础自然拼图单词课的时候 第一节课上的就是这个音 常见的单词呢比如说 cat pet apple 同时还有字母al的组合 注意这里面呢 l是不发音的 比如说这样的词 half 还有在字母au的组合当中 比如说 laugh 好 接下来还是用三个句子来把它强化一下 Mary has a cat Mary has a black cat Mary has a fat black cat 好 最后再说一下这个音呢在DJ音标当中跟KK音标当中的写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在美式英语当中这个a它的舌位会更高一些 英式英语当中呢舌头要放的更低一些 比如说这个词在音音当中你会听到是这样一个音 bad 而在美音当中呢刚才说了舌头的位置要更高 嘴型呢会更扁 bad 为什么这两个音会发的稍稍不同呢 就是因为咱们舌头的位置高一点点低一点点 这音就产生变化了 并且你的嘴巴向两边咧的更狠一些 他就发出美音这个a这种感觉了 ok 今天这两个音咱们就讲到这儿 希望你学得愉快 我是Frank 诶 等一等 说到我的名字 再给大家额外补充一个小知识 之所以刚才没有放在正课的内容里面讲 是怕把大家搞混淆了 因为这又牵扯到了其他的一些更加细化的语音学知识 没有必要在我们学音标的阶段掌握 这个音是怎么产生变化的呢 你看音标里虽然它标的是一个a 但是它的后面遇到了一个后鼻音 嗯 这个时候它就发生了音变 就会变成一个a的音 Frank 同样的词还有什么呢 Bank 好 那么这个现象呢 只需要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它不是咱们在音标阶段需要掌握的知识 好了